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首 阿信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 誓死要背着母亲回到山行老家 他用一根布袋把病重的母亲绑在身后 踏着厚厚的鸡血 一步步走的是那么艰难 少和四年年末 阿富在冬天的阳光下离开了 住了将近一年的仪式 他带着不舍的目光离开了 他知道这一别也将是永远 从医师到山行的路途是遥远的 阿信只能用布袋把母亲绑在身后 转了好几次的火车才抵达山行车站 但阿信却一点都不觉得累 他只觉得母亲的身体是那么的轻 轻的是他感觉到虚幻而难过 因为提前给大哥写信通知过 母亲今天会到达山行 他让大哥来接 但眼看着外头的雪越下越大 天色也渐渐偏暗 但仍不见大哥的踪迹 最后阿信还是决定独自背上母亲 带着母亲一步步走回那个最熟悉的老家 妈 我背着你觉得很耽误 雪算得了什么呢 从山行车站到家有十几里远的路程 阿信就这样用自己瘦肉的肩膀 背着母亲艰难前行 他就跟自己小时候母亲背着他一般 即使累 他也不敢在母亲面前大声喘息 从小背着孩子做工的他 其实早已锻炼出了惊人的意志 更何况自己背的是母亲 让他背着母亲赶到家时 已经到了夜晚 想把母亲带回家休息 可刚一进门 里面却已被大哥大嫂当成了杂午间 他背上母亲气愤的冲进了大哥家 并让他们帮母亲铺下床 可没想到竟没有一个人想要起身帮忙的意思 阿信借此情况 直接冲进了大哥的房间 亲自为母亲铺上了床 见大哥大嫂依旧没有要帮忙的意思 待祈求无果后 阿信便威胁两人 不帮忙的话 他就带着母亲住在这里 大哥一听瞬间急了 还不赶快吃一吃 快点去打扫 下次回来两个那么麻烦的人 他收拾了一番后 阿信便把母亲接了过去 虽然被儿子媳妇嫌弃 但他还是很感激阿信 能把自己带回这个已经破旧不堪的家 阿富似乎又回到了从前 他又看到了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吃饭的样子 虽然那时候吃不饱饭 但那也是他最幸福的时候 第二天 二月姐得知母亲回家的消息 便跑过来探望 他让阿信扶自己起身 他想再看一看老家的大雪 但这也是最后一次 北风呼啸 大雪纷飞 大地万物似乎都处于悲壮之中 那种萧瑟的味是不言而喻的 景色依旧风雪敲窗 往事莉莉贼 母亲在看完人生中的最后一次雪景后 还是离开了 他安详地走了 阿信经历了千辛万苦 终于把母亲带回了身心老家 他对妈妈进了最后一次小道 回家的第二天 母亲就走了 故乡的母亲已不复存在 他也对现在的故乡也毫无留恋之意 阿信对这个充满了回忆与亲情的地方 做了最后的告别 他也将要再次独自离乡而去 阿信失去了最爱的母亲 局别了故乡 踩着伤心的步伐 踏上了回家的路 将来还有什么事情等待着他 他也不知道 但他处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 想要安安稳稳地度过一生 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 自母亲去世后 阿信毫无留念地离开了故乡 回到了伊士 现在就只有伊士是他唯一千块的家了 在阿信带母亲回山行期间 一直都是阿九嫂在帮忙照顾阿人 接阿信回家 他就提前把孩子抱了回来 阿九嫂怕阿信走不出丧母之痛 并一直安慰着他 直到龙三的出现 一直坚强的阿信 这才靠在丈夫的肩膀上哭出了声 母亲逝世后 也就这样随随便便地安葬了 只因为哥哥派大家回来吃了他的粮食 所以母亲在离开之前 只有阿信一个人守在身边 阿信再也不想回到山行 现在也就只有伊士这个家 能带给自己温暖 少和五年 在全世界均不景气的情况下 日本也即将面临通货膨胀的时代 但是阿信仍然过着家庭和睦的生活 虽然日子并不富裕 但是只要一家四口能够在一起生活 阿信就已经觉得非常幸福 他满心期待地祈祷着 这样的日子会永远不变 年春天 阿雄顺利地结束了小学一年级的课程 阿雄的成绩不错 各个成绩全部为假 阿信在高兴之余 便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让阿雄一直这样读下去 直到让他上一所好大学为止 即便家庭不富裕 他也要阿雄上学 因为自己从小就没有上过学 他永远都记得自己小时候 想要上学时的样子 不管自己多苦 他也不能苦了孩子 正当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时 这天阿信却收到了一封来自阿月姐的信 上面是告知阿信家贷丈夫已经自杀的消息 如果姑爷自杀 那么家贺米航还有家贷该怎么办 突然间 一种不祥的预感也随时而来 家贷丈夫的自杀 好像正暗示着家贺米航的改变 这使阿信感到非常的害怕 近几天 阿信完全没有了做生意的欲望 他给家贺米航打去了无数个电话 但都无法接通 而且写回去的信也全被驳回 龙三建议阿信回九田一趟打他一下消息 毕竟家贷还有老爷夫人 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阿信很想回去 但他又担心 如果自己去了 孩子还有生意怎么办 毕竟他们的外账都没有收回 根本没有多余的钱 再跑九田一趟 龙三让阿信放心 有自己在就够了 至于钱的问题 他让阿信先找阿九嫂拿着 然后自己再想办法去还 也就在这时 阿九嫂突然来让阿信过去找他一趟 说是有一点急事 当阿信来到阿九嫂家时 浩泰就在这里等着 浩泰来这里的原因也是因为假带 他去过一趟九田 当他去到家贺米航时 店铺已被查封 所有人不知去向 而且他还得知了家贷丈夫 因为做期货买卖 不料三个月前期货大跌 他只好把房子拿去抵押周转 但最后仍撑不下去 他选择了自杀负责 本以为家贷会来投靠阿信 但一看 他才知道家贷根本没来这里 家贷的去向也是他非常担心的 但没关系 他自己会找关系俩谈 浩泰让阿信不要太过担心 如果有了家贷的消息 他一定会来通知 回到店里 龙三询问了阿信情况 他便如实告知了丈夫实情 现在去九田也没有用了 因为家贷米航已经空无一人 之后的每天 阿信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家贷的消息 但是家贷和浩泰始终没有来信 阿信得知家贷的丈夫自杀 家贷米航逃避 家贷及其双亲 行踪不明之后 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 正当阿信因为无法得知家贷的消息 而感到失望时 浩泰却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说他找到家贷了 浩泰掏出一个信号交给阿信 里面有100块钱 上面还有家贷的地址 因为自己还有其他工作 他只能将这个事情交由阿信去办 回到家的阿信就与龙三说起了这件事 但当龙三看到上面的地址时 有些不敢相信 因为之前在东京的时候 他在那一块就很熟悉 如果阿信真要过去 也理应做好心理准备 那个时候 这个地址附近没有一般的普通住家 看着浩泰给家贷准备的100块钱 龙三其实就已经明白了家贷现在的处境 第二天 阿信就出发去了东京 龙三说的一些话让他感到非常担心 但他仍然希望自己只是奇人忧天而已 阿信来到了几年没来的东京 甚至天色还早 他想自己应该先去拜访一下几年未经的师傅 两人在一起感叹时代变换的同时 阿信还对师傅说明了 自己这次来东京的原因 当师傅看见阿信给自己的地址时 脸色瞬间一变 听见师傅说的这些话 让阿信瞬间感觉到 这次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但不管是龙堂虎穴 他都要为了家贷去闯一闯 师傅因为担心阿信 并叫来了阿健陪着他一同前去 走过长长的巷子 阿信越往里走 又越觉得心底发凉 直到阿健将阿信带到了一家昏暗的门店 里面传来孩子的哭声 更让阿信感到诧异 在这种地方 是不应该有小孩的哭声的 不知道为什么 他第一直接告诉他 这肯定就是家贷的儿子西平 也正在阿健与老板谈判期间 一个女人的出现 也彻底证实了阿信的猜想 家贷看着阿信的到来 不敢与他相见 他连跑带爬地冲进了房间 把自己锁了起来 阿信想要跟上前去 却被店家拦了下来 阿信董里面的规矩 他掏出钱包 把钱一张一张地拍在了桌子上 这才换来了阿信与家贷见面的一点点时间 阿信上楼 轻轻地拉开了家贷的房门 看着家贷抱着西平的落魄样子 瞬间让阿信心头至极 我带了一些饼干 要来给西平吃 很好吃哦 来 西平 吃一点饼干哦 家贷将孩子递给了门外的婆婆 这才回到了房间 看着家贷轮流到如此地步 阿信不愿意相信 他想要跟家贷好好聊聊 但面对阿信的好意 家贷仍然闭口不谈 他让阿信赶紧回去 不用再管自己的事 见家贷不为所动 他掏出浩台给他的一百块钱 并祈求他跟自己一同回衣室 阿信不仅要带他回去 他还要带着老爷夫人一起回去 求求你们跟我一起回去 面对阿信的请求 家贷似乎早已心如死灰 他面无表情地回答阿信 要不找就麻烦了 他们都已经死了 阿信不敢相信 才一年的时间 老爷夫人又怎么可能 家贷拉开柜子 看着父亲与母亲的骨灰 这才忍不住哭出了声 家贷说出了自己 在东京的全部遭遇 在家贷的丈夫自杀后 他这才知道 丈夫欠下了巨额债务 家和米航的总资产 都不够还债 明天被查封后 为了躲债 他们一家就跑到了东京 租了一间小房子 好不容易安定下来 他的父亲却因为中风离开了 可能是因为太过操心的原因 但好在父亲走得并不痛苦 因为没有钱 他连一个像样的葬礼 都没有办法帮他办 但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到处都是失业的人 他没办法再找一个正经工作 他去过知情的银座 想去当服务员 但现在他已经30岁了 根本不会有人要 没过多久 他的母亲也病倒了 母亲在医院住了三个月 因为急需医药费 他不得不做自己决定 在这里上班 但母亲还是没有救回来 他是在一次 很严重的发病中走的 可惜的是 他在这里工作 又没办法去见母亲最后一面 为了还上之前 向电力借的500块钱 他不得不留在这里 上班离债 从而再也没办法离开 但好在 电老板允许他 带着西萍在这里工作 要不然他真的没有办法 再活下去 阿信听完 是必要带着夹带和西萍 离开这个地方 让我来帮你 阿信 现在这里不景气 声音很难做 你不要再管别人的事情 以后你也不要在这找我了 但这种电子 根本就是一个无底洞 他们不会就这么 轻易放下来离开 就连阿健都没有办法 解决这件事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 除非那一千块熟人 可是一千块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更何况是在经济 这么不经济的时候 赚钱也是更加难上加难 去哪里筹钱 阿信也不知道 他们不能就这样放弃 自从阿信来看过夹带之后 他开始没日没夜地喝酒 他想试图有这样的方式 来麻痹自己 但另一边的阿信 却整夜都在为如何 救出夹带而着急 同时他也为自己的无能 而感到难过 第二天一早 阿信便早早地起床 为夹带和喜片准备吃的 看着夹带销售的不成样子 他要多做一些好吃的 跟他补补 师父明白阿信的想法 但他也是一个有家庭的人 他也不能为了夹带 长期留在这里不舍 但阿信却坚持要 从那里带走一个 既然带不走夹带 他也要带走西平 他绝不允许夹带的孩子 在那种环境下长大 但阿信准备好一切 满心期待的准备 与夹带再次见面时 店里的老板却告知阿信 夹带已经吐血身亡的事情 两姐妹时隔几年再次相见 静怡是天人隐格 阿信看着夹带头上 遮有的白布 他不愿意接受 他已离开的事实 昨天还好好的一个人 今天怎么就这样没了 阿信扯掉夹带头上的白布 看着他的脸 早已没有了一丝血色 他呼喊着夹带的名字 希望他能睁开眼睛 好好跟自己说说话 但不管阿信如何喊叫 夹带始终躺着一动不动 阿信这才意识到 夹带是真的离开了 看着一个女人死在自己店里 店老板一直不停地 骂着许多难听的脏话 而此时的阿信 早已经难过到 说不出任何话 他就这样静静地看着 默默地看着 曾经活泼而美好的夹带 还没有从悲伤的情绪中 缓过神来 远家就开始嫌弃地 收拾其夹带的遗物 准备丢掉 正当他准备清理柜子时 阿信拼命上前 护着老爷夫人的骨灰盒 是他父母的骨灰 你要看吗 把这种东西藏在这地方 这这真是的 你恶心死了 你倒霉 阿信宝贝地把骨灰抱入怀中 他俯下身子 轻声细语地 在家带耳边说道 你安心地走吧 我一定会把西萍 好好抚养长大 还有老爷 跟太太的骨灰 我也一定会好好地供奉 因为有阿信帮忙 家带的遗体 才被藏仪设火化 这件事也就此了结 阿信一直觉得 家带的死跟自己有关 要是自己不去探望家带 他是不是就能 多活一些日子呢 但就在阿信 准备为家带上香时 他在老爷和夫人的骨灰旁边 发现了家带留给自己的遗书 信封里有浩太给他的一百块钱 还有家带的信 信上的内容是 他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也知道自己可能时日不多 看见阿信的到来 其实他很开心 他拜托阿信 能用心地将西萍抚养成人 也希望阿信用浩太的一百块钱 能帮忙将自己父母亲的骨灰安置 至于自己的骨灰 就随便撒在河里或者海里都行 是他回了家和米航 更对父母亲不笑 过去这才是最好的贵族 阿信 想起我们小时候 在酒店一起玩耍的情形 若真是我最幸福 最幸福的时候 多么希望 还能够再回到从前 如果时空能倒流 那该多好 再见了 阿信 阿信与阿倩师父告别后 第二天一大早 阿信就背上西萍 抱着三个骨灰 告别了不知何时 能来的师父家 离开了东京 阿信又回到林医市 他收养了家带的遗孤 是必要将西萍 当成新儿子看待 好好把他抚养长大 龙三进妻子 带回家带的孩子西萍 接下他双心的骨灰 在听完阿信 说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并没有反对 反倒相当赞成妻子的做法 毕竟家贺乌 都对妻子有恩 他们这样做 也相当于报恩了 理所应当 他们也就此共同决定 将西萍留在身边 并视如己出 好好抚养他长大成人 他们用浩泰给了一百块钱 在衣室为家带 老爷夫人进了墓地 阿信信望西萍 可以随时过来祭拜 柳条沟事件发生后 日本现任了战争时期 满洲事变的爆发 这也使得龙三和日本国民的意识 渐渐地发生了改变 不知道为什么 这让阿信感到异常害怕 心中也非常的不安 但连阿信做梦都没有想到 柳条沟事件 会成为15年战争的开始 这又会给他们一家 带来什么样的噩梦呢 家里多了个孩子 就多了一个负担 阿信与龙三为了赚更多的钱 主养三个孩子上学 他们把心一横 买了一台冰箱和一台自行车 方便以后保存运货和送货 因为战争的爆发 阿九嫂更加担心浩泰的安慰 因为他特地请阿信 劝阻他别再从事反社会运动 但浩泰并没有听见阿信的话 即便自己被抓 他也要为农民服务 战争的到来 也会使农民们的生活更加困苦 所以他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听闻阿信说起家带的时候 为此他感到十分愧疚 他决定亲自去家带的墓碑前祭拜 殊不知也因为这件事 他会因此被警察盯上 并惹上牢狱之灾 听闻浩泰说想去家带的墓碑前祭拜 第二天阿信就带着阿仁和西平 来到了家带的墓碑前等着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碰见浩泰 但就算是远远地看着也好 他希望浩泰能看看家带的遗孤 但他等了好久 却都不见浩泰的踪影 当他正准备离开时 浩泰却在这时提着鲜花出现在的眼前 正当阿信抱着西平 准备跟浩泰打招呼时 两人还没有说上一句话 一帮人就冲了出来 他们将浩泰死死靠住 这样在一旁带着西平和围人的阿信吓坏了 但为了保护阿信击他的孩子们 浩泰只能冷冷地装作不认识他们 二九嫂听闻浩泰被抓 向阿信哭诉着浩泰的固执 或许这就是那孩子的命吧 阿信一直关注着浩泰的运动 也对他的想法表示过共鸣 因此他对这个无法使浩泰生存的时代感到恐惧 并对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厌恶 这件事后 阿信再无浩泰的消息 日本也面临不允许自由主义者存在的黑暗时代 转眼间就已过去了四年 那是昭和十年二月的事 就在这一天 阿信带来了一个名叫小初的姑娘进来拜访 因为忙于生意 是到晚上 阿信她有时间准备晚饭 一进厨房 小初竟把自己所有要用到的饭菜 已经全部准备好 看着小初聪明勤快的样子 这儿阿信不禁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询问之后才得知 阿信是为了将小初卖去大阪到妓院做杂工 才顺路前来打招呼 看着小初的个个举止 真是像极了自己小时候在别人家帮庸的样子 阿信为了让小初不受妓院残害 他决定更用三商量 让小初留下 阿信她要带到大阪去的那个女孩 我想要把她留在我们家 租约三年 而且只要五十块 而且她现在已经九岁了 如果小爱没有夭折 现在应该也跟她同龄了吧 这似乎都是上天安排好的 她想把小初留下 当成自己的亲女儿 好吧 以后你可不能够后悔啊 因为既然留下了她 就必须要负责到底 不能够抛弃她 你知道吗 两个人商量好后 便付给阿信五十块 将小初留在了衣室 不仅如此 阿信还要供小初上学 从这一天开始 阿信变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 因为家庭人数的增加 龙三跟阿信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 虽然阿信每天都很勤奋地工作 但还有一件事 也让她变得沉重了起来 那就是西平的绅士 马上就到了阿人和西平上小学的时候 龙三为了两个孩子 买了一样的书包跟铅笔盒 还包括小初的 而阿信也要将面临西平的绅士问题 虽然她跟龙三商量了此事 但她还是决定将西平的书包上 写上八代的姓氏 因为她想让西平以后 做家贺民航的继承人 那也是她为家贺屋所有人应付的责任 为什么西平是八代西平 难道她不是田操吗 妈 你看这个也写错了 她写着八代西平 阿信为了避免以后 西平在学校被人笑话 她是一个没有爸妈的孩子 有些让她在别人口中得知 还不如自己亲自告诉 她知道那样对西平的伤害只会更大 生下西平的那个妈妈 在你还是小婴儿的时候就去世了 爸爸也是 妈妈告诉你 你是八代家唯一的男孩 等你长大了 就要继承八代家的香火 所以就算你是我们家的孩子 还是要用你亲生的爸爸妈妈 他们所给你的八代这个信 虽然阿信真心把西平当亲儿子看待 殊不知 但也因为她的这个做法 同时也伤害了西平 阿仁跟西平的开学典礼 以及阿雄进中学的开学典礼 都顺利地结束 在同一所学校上四年级的小初 也开始跟阿仁西平一起去上学 但也就在这一天 西平坐在家中并没有去学校 并口口声声地说 再也不回去学校上课 这让阿信感到不及 正当阿信准备去学校打探消息时 阿仁却满身是伤得跑了回来 原来是因为西平的绅士关系 遭到了同学们的排挤 阿仁为了保护西平和同学们发生了冲突 当时真相的阿信正准备去安慰西平时 却发现孩子已经消失不见 这也让阿信动感不妙 全家人开始心急如焚地找遍了所有地方 但都不见西平的总结 一直到夜晚 他们还是没有找到西平 这也让阿信感到十分失落 瞬间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家带 及家和屋的所有人 他仿佛听见了西平正在叫自己妈妈 他独自一人走了出去 不知不觉 他就来到了家带的目标前 是啊 跟于幼小的西平来说 这样对他还是太过于残酷 阿信跪在家带的墓碑前 幸运了无限的后悔之种 但也就在阿信感到绝望时 西平却突然出现在了阿信的面前 妈妈 这一巴掌打到阿信心痛 但是他想让西平快速成长 一个男子汉 怎么可以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离家出走 这样实在太没出息 也愧对了他已经死去的妈妈 阿信拉着西平 想要跟他一起去死 这也吓得孩子连连跟阿信求饶 看着西平的转变 阿信这才将孩子感激怀里 为了孩子变得坚强起来 所以他不得不这么做 西平在阿信心中早已成了自己的亲生骨肉 尽管自己用心地跟西平说 爸爸妈妈都很爱他 但这还是让西平的内心世界发生了改变 阿信高兴地拉着西平回家 全家人都在焦急地等着 看着西平能平安回来 龙三激动地冲上前去 原以为他会大发脾气 可没想到他只是摸了摸西平的脑袋 温柔地说道 从这件事过后 西平的性子就发生了很大的传变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吵着爸妈要玩剧枪 但这也引起了阿人的不满 他看不惯西平在爸妈面前装作好孩子的样子 所以两人因为这些事发生了争吵 就此两个孩子的性格差异也变得越来越大 因为这个事 夫妻俩也渐渐地都偏向西平 虽然夫妻俩说要把两个孩子相同对待 但随着两个孩子的年龄增长 他们都有了自己的想法 这也不禁让阿信跟龙三感叹 要怎么样才能一碗水端平 这样真的太难了 西平自内进世过后变得越发成熟 一闲下来 他就帮小初做一些事 阿雄 小初 阿仁 西平 四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逐渐各有了少许变化 阿信虽然知道 但由于店里及生活上的忙碌 他也未能多加注意 而且就在这个时候 他又发现自己怀上的第四个孩子 龙三得知消息感到十分高兴 但家里有五个孩子 压力就会更大 龙三向得着小初满了三年合约 就把他送回家乡 但阿信却坚持要把小初留下 并坚持让小初满三年合约之后 自己做决定 昭和十一年2月26日 阿信在全家人的期盼下 在附近的医院顺利地产下了一名女婴 从小初留在一世起 一直都是小初抱两的全部家务 这也让阿信轻松了许多 阿信还为刚刚出生的孩子 取名为阿珍 不久 阿信就带着阿珍回到了家 小初每天从学校回来 就照顾阿珍 阿信在店里工作时 小初就背着阿珍 在厨房为全家人准备晚饭 7月7日的事件 让日本从此陷入了战争的泥沼中 无法自拔 但是阿信跟龙三都不知晓这些事 他们现在最迫切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才能维持 目前拥有5个孩子的家庭生活 而小初的三年期限也终于到了 小学结业的日子也即将来临 龙三和阿信希望征求小初的意愿 是否还希望留在这里 小初见龙三的表情 并违心地说道 小初 只要你说 你还愿意留在我们家里的话 那 不 不好意思再让你们照顾 阿信听完小初的话有些失落 是啊 小初在他们家是委屈了他 又是让他帮忙带孩子 又是让他帮忙做家务 毕竟小初的爸妈也同意他回家 阿信也不再好挽留什么 阿信和弟弟们都不舍让小初离开 为了留下他 便勇敢地向父母亲表达了彼此的想法 索性在父亲的同意下 一家人终于可以继续一起生活 这天 阿信听到龙三说起了浩泰的事 常用说浩泰经过转向 已经出狱了消息 阿信为了见浩泰一面 特地前往海边等待 没想到 竟看见浩泰完全像笨了一个人一般 这不仅让他对现在的政局感到心痛 阿信看到完全变了一样的浩泰 才深深感觉到 有股任何人都无法反抗的强大权力 正握着日本的命运 当然 阿信无法知道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而是有股寒意 穿过了他的脊梁 也就在这一天 田仓家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他是龙三的二哥龟次郎 阿信在走贺的时候 曾见过他一次 其后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 不曾来往 可是为什么龟次郎会突然来访 他不知道 感到了一股压力 他有些不知所措 同时他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阿雄进餐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异常开心 为次郎见阿雄都这么大了 便建议龙三让孩子去上一所士官学校 而阿雄正好也很感兴趣 但他还没与二伯说上几句话 就被阿信拉了出去 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 去跟战争时上任何关系 在二哥来访之后 龙三的想法似乎变了 他不想跟二哥说的那样 光做一个单纯的卖鱼生意 他想去参加竞标 阿信一直都是反对战争的人 他只想一家人单纯的做个生意 好好养活孩子就行 如果装为军队供活 这不就协助了战争的进行吗 但不管阿信如何反对 还是阻止不了丈夫的这种想法 那一夜阿信始终无法入眠 这是阿信才发觉 自己长年累月的为了生活而忙碌 谁在不知不觉中 已陷入了战争的漩涡 他的脑海里又浮现起了新年的回忆 那是幼年实在山形 跟山里头的俊作哥哥的回忆 他永远记得俊作哥哥说的战争残酷 以及不可再打仗的这些话 至今仍然刻在阿信的心里 但是以自己的能力 他又无法改变现在的这个状况 在无形的惆怅中 他隐约感觉到 接下来的平静生活将不再平静 永三因为听见了二哥的话 决定不光做零售鱼货的工作 他决定今天就去竞标 阿信见丈夫不去批发鱼货 只能一个人拉着火车去港口批鱼 他不想因此流失掉许多顾客 这让他奋力地拉着鱼车往回走时 他熊气的真是赶得过来 有了孩子们的帮忙 阿信门店的生意 才没有旧子流失掉 但他还有一个难题 就是为乡下客户送货的问题 因为他根本不会骑脚踏车 所以他决定步行前去 阿信担心母亲累倒 便自告费用 决心带着母亲挨家挨户地去送货 阿信踏着脚踏车 载着母亲走过了乡间小路 阿信则在后座抱着阿信感叹 孩子真的长大了 而感到幸福 阿信不知道这样简单的幸福 对于他来说是短暂的 他也不知道将来会有一天 残酷的战争会让自己的儿子 在战场上丧失到自己的生命 你哥哥说这回战争可能会变成长期战争 以军队作为生意的对象的话 到时候就不会有问题了 龙三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为了我们的孩子 赚钱要紧 不管怎么样 只有试试看了 我现在决定 要去上陆军士官学校 不论如何我都要上 现在且是军人的时代 如果你真能进陆军士官学校 那也算是我们田仓家的光荣 我告诉你妈妈反对 难道妈妈就这么讨厌军人吗 我是很讨厌